这一篇我们进入真言 真言的主题 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智慧的话 教导人如何行事为人 然后在为人生活中 建立他们的性格 弟兄姊妹要记住 智慧的话 今天我要交通一下智慧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这么 蠢 为什么 我常常问 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被环境 打到遍体鳞伤 最后才喘向主 为什么 你被环境打过遍体鳞伤 请举个手 不少人 请放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呢 为什么 主爱你 主爱你 还有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都很难珍惜 我们身边的人 身边的环境 为什么 为什么 弟兄姊妹 为什么 保罗说 他跟菲利比的圣徒讲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他每逢想念菲利比的圣徒 他就感谢神 那我想要请问姊妹 你每逢想念你的弟兄 不要说想念了 想到你的弟兄 你就感谢神的 请举手 真的吗 居然 哇 居然还有两位 三位 四位 哈利路亚 太好了 那我想要问弟兄了 下面一句是 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 尝试 欢欢喜喜的祈求 你为你姊妹祈求的时候 你就欢欢喜喜的祈求 请举手 哇 哈利路亚 哦 请放下 真是哦 我是觉得说 真的是得胜者 感谢主 我们需要珍惜 我们身边的人 需要珍惜我们旁边的环境 我碰过一个姊妹 她对她的弟兄啊 很难说好或不好 反正就是教训 督者 改正 在意上的教导 哦 好 完全符合圣经 可是啊 她的弟兄很明显的不是很喜乐 有一天啊 她弟兄啊 真的是感谢赞美主 到主那里去了 她的姊妹啊 她的弟兄啊 终于安息在主的怀里 可是呢 这位姊妹呢 她就懊悔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对我弟兄好一点 为什么 当她还在世的时候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总是后悔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在从前啊 我从小时候我就追求智慧 因为我读太多书了 我读太多书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人啊很难有智慧 人常常在后悔 我的确相信啊 到了最后啊 在那个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那一天啊 哇 我们在座不知道有多少位 就在那后悔 主耶稣啊 当年我为什么不参加深言成全呢 为什么我不参加周四的日间班呢 害我现在参加千年班 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都要后悔呢 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 世上的智慧 它是讲能力 分析判断的能力 发明创造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也知道 智慧的范围大 聪明的范围小 然后呢 智慧 智慧呢 它是比聪明更深刻 而且格局也更大 其实智慧是有关于人生 探讨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方向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你们有神的智慧 你们得着了人生的意义 因为智慧是跟人生的意义有关的 到底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 世人都很 眼目都很短浅 对不对 他在世的时候 他要过得很丰裕 很有钱 然后呢 很有权力 那死后呢 他管他的 死后谁知道 因为我们人没有智慧 的确在从前我一直觉得 智慧是大过聪明 因为智慧的格局更大 更深 而知识呢 是属于善恶知识数 对不对 它是跟我们的心思有关 但是当我们读到真言的时候 真言第一章第七节他说 敬畏耶和华 知识的开端 知识的开端 你知道吗 第一章讲到 他是知识的开端 开端的意义是什么呢 开端的意义是 开始 讲得更清楚是 基础 他是知识的基础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敬畏神 你不认识神 你那个知识是虚伏的 是没有基础的 你认识神 你敬畏神 那个就是知识的开端 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 他又说 敬畏耶和华是 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完全颠覆我们的观念 智慧 知识 聪明 都跟神有关 都来自于神 基本上没有神 他就是 是蠢 愚拙 没有知识 没有基础 然后呢 弟兄姊妹要记住 没有聪明 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 到了新约的时候更清楚 智慧是一个人味 在灵前第一章里面 他说 对于那些蒙召的 基督总是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他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接受他 他也成为我们的智慧 然后在哥罗西第二章里面 他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保障 都藏在 基督里面 智慧在哪里 基督里 知识在哪里 基督里 都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真是宝贝 所以弟兄姊妹我问一下 旧约他说开端 对不对 敬畏神士 敬畏一和华士 知识的开端 另外一处说 敬畏神士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那请问 开端之后呢 一个开始了 然后呢 要应用 对 怎么应用 弟兄姊妹 你敬畏神是开端 你接下来要 吸取神 弟兄姊妹 我们爱神就是要吸取他 我们这一生啊 不要忘记 我们不能失去敬畏神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敬畏神不够 因为约伯 他也敬畏神 但是还是不能达到 神最高的心意 神最高的心意 是要我们得着他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 天天被他充满 我们需要吸取他 我很喜欢提后三章十六节 他说圣经都是 好 再一次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知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呼出的原文是什么 知道吗 希腊文的原文 圣经都是神的吹气 何本圣经翻译呢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你们翻一翻就知道 是神所默示的 跟他的原文吹气 完全无关 那我们的翻译是呼出 就是神的吹气 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 我们还不是要得着教训 得着知识 得着道理 我们是要得着 神自己 深深地吸入到我们的里面 知不知道刚才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你们读 第一句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希望你今天回家的时候 你牢牢记这一句就好了 用祷告的灵读 用祷告的灵读 主的话 主的话都需要用祷告的灵 因为它是生命之气 我们要深深地把它吸入进来 充满我们 变化我们 叫我们的素质改变了 满了神圣的素质 我们以前是满了天然 我们是属人的 但是感谢主 神的心意是要完全的 静透我们 最后使我们能够完全向祂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宝贝一件事 我们会经过很多的环境 但是永远记得 外面的人虽然在 毁坏 但是里面的人却 日日在可惜 你曾经遍体灵伤吗 没有关系 你来到主的面前 对不对 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因祂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了平安 记住 我们今天 我们只需要一直转向祂 转向祂 然后就吸取祂 所以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要告诉主说 主啊我爱祢 我愿意讨祢的喜悦